是个干活人 是个农村干活 过日子的太 真他也可以 但长相不太理想 就不能挑着 他确实是放芳啊 你嘴多辣啊 看这面相 这些得吃俩净水 都撒净净 但太太就第三了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大姐 真不一般啊 大哥见了大姐 觉得大姐是干活的料 是过日子的人 就是大姐这面相 是要吃二到三口井的人 大姐说 现在就是找第三人丈夫了 这是相亲场面吗 怎么感觉这是看相的场面啊 大哥啊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本事 还会看面相 而且还能看得这么准 瞧你这得意信 大姐真还是第一个丈夫死后 带着两个孩子改嫁 第二人丈夫又走了 现在是找第三人丈夫了 真被大哥看准了 今天相亲的场面 真是很独特啊 但对于老年相亲来说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因为老年相亲 就是这么千奇百怪的 今早有金大哥是吧 会说红娘孙茜 哎呦太难了 这不是道不好走 凤凰的地方 不是这修道 我们绕了两个多小时啊 对对对 就全都是那种 下完雨那个道 老男走了 这要到我们的客车也要到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 还是今中有金大哥 69岁 丧傲 经济收入一年三万元 大哥是农村人 农村有房 红娘来见大哥 那也是经过长途跋涉 好不容易才来到大哥家 哎呀这是 这都是我 这都是邻居啊 还是假的啊 这我拍大哥 你们拍我是吗 大哥这人员是真好啊 连红娘都成了 国宝级别的人物啊 来到大哥的院子 快走吧 进屋进屋 这小院 那那是厕所 这家整的全都是木头架 浓草 你全都冻了下就烧木头 你看这也紧紧紧紧 这柴虎咋老 我这柴虎能烧吃呢 不是啊我跟你说 我们总先下来 就一看见这柴虎哈 你就看这柴虎啥的 你就知道 吃不住过热点 吃不住了 软面送的菜啊 这个这个柴虎 冬天没事就拉柴虎 冬天就落了雪了 打完肠了 就开始拉柴虎了 我因为我们冬天是忙月了 不是像他们打麻将啊 年轻也打麻将 我也不玩这些东西 大哥这柴虎是真多啊 而且还是板板正正的 足见大哥这个人都勤劳啊 大哥不但干农活是把好手 他最得意的地方是 他利用别人打麻将的时间 发展自己的爱好 大哥不但坚持练习书法 冬天的时候他们咋能这样 那你干啥要出了大餐吧 我农天再就没完事就在家 练练书法吧 练练书法啊 对 还不练练书法呢 现在练着呢吗 练练练练 每天就在练 这就是我的小屋 你看说这是我写的字 练有二十来年了 没二十去练 就相当于 我是六七年中学毕业 1967年中学 1964年小学毕业 对 因为一夜以后就参加正能队劳动 大队党支部看我比头也硬 也有才华 就要我当团支部书记 对 就这样的事 所以说吧 咱们也读过书 然后这些写字啥的 咱一直就没冷 对对对 爱好这些东西 没看出来 大哥还是个隐形的知识分子呢 还读过书 当过团支部书记呢 大哥还自学了二虎 这二虎啥书学的呀 二虎一四年 一四年 那不是也学七年了吗 那学不了了 七年还都没说拉上 对对 这东方红你看这谱子 曲子你记不住 你把这个曲子 你背不下来 你就记不住了 就完了 有的 然后我看着这谱子写的 超超拉 大哥这学了二虎的方法是很独特 但能够自学成才艳的 然后就写个字了 那都拉不下来 拉不下来 你把这个曲子背不下来 你就记不住了就完了 有的 下次 就会拉二虎啥看着跟着拉 大哥这学了二虎的方法是很独特 但能够自学成才也不错啊 管他白猫黑猫 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管他什么方法 能够拉出来就是好方法 大哥除了练字蛙二虎 平时还喜欢二人转 我喜欢二人转 你是套二人转 然后呢就觉得想学这个东西 对 那二人转从啥时候 年轻的时候就不 年轻就二几个就好 就喜欢二人转 没啥事我哥人在家就烫了 哎呀妈呀就害我这样 你这挺专业啊 你还有这碗呢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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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左手吧 这个右手大碗 对对 这是打三下打一下 这个打三下 对对 找碗 找频率二人转 对 哎呀 哇 对对你拿不好的大手 不能扣到边上 边上好重 拿边上 那你来吧 对对 小红娘啊 忙把 出信我都接手上 走一去二三里 我然准处如庄 没想到大哥这爱好还真是多啊 这生活也是过得丰富多彩啊 用大哥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要活的有价值啊 反正我这生活吧 啊比较简朴 我吧吃啥我不挑 穿啥我不挑 我说我想嘛人生嘛 必须得自己有点价值啊 創造点有用的东西 并且你手里得赞点面 那老子怎么扔呢 债起自己的家庭 也是感慨得很啊 我就一个姑娘 一个姑娘 我28岁结婚 到过了跟我们家老伴過了30年 现在我要结婚那时候 我是4个孩子 看看 这就是我老伴 4个孩子 你不是一個姑娘 也就是 这是我亲生的姑娘 他们仨不姓 我跟我老爸是28岁结婚 他26岁 带了三个孩这么深 你当年28的时候 在你那个岁数 应该就算是晚婚的了吧 对啊 晚婚的了 那为啥那么晚没结婚呢 没结婚我没说嘛 就我爹说 我爹名声不好啊 他脾气不好啊 我妈16岁跟我爹过门 打了一辈子 别人跟前都说 可别给老金姐 给老金姐就受气啊 老头人都惹不起 就这样 你就当儿子还挺客观的 确实是老爸脾气不好 再说也打了 对 你老妈一辈子 对 所以说村里了解的都是我 对 万一嫁过来 对啊 对受气 受气是不是 对对对 你这么的找不到 大哥儿女有四个 但自己亲生的就一个女儿 因为自己家父亲 打了一辈子的母亲 所以名声不好 导致大哥到28岁 才找了一个 带着三小孩的妻子 当然 虽然妻子是带着三个孩子 嫁给他的 但这段姻缘 还是命中注定的 我老丈人 他们是来拉彩虹 上沟里拉 他拉直上 完这车就坏在那 完了我爹好客 我爹说 那人不吃路 虎不吃山 是吧 黑子咱是住吧 完了就把马槽 就搞这圆子了 把马就牵着 但那车坏了 外交气没有了 就不认识 不认识 你爹就把他 让到家里 咱是住的 咱是吃的吧 完了他 那时候我就 在大队当船只不输去了 完了他说 哎呀你家还有小伙呢 这小伙订不订婚呢 我爹说没有呢 没有说 那你家 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 那给你介绍个对象 行不行 我爹说那感想好了 说我有个姑娘 大姑娘吧 那个姑娘没了 姑娘想找一个 再想找 再想走一步 就这样的 他说 哪天我们领来吧 就这么的 他完了 就把我介绍 就我们家里 要说哪里 可是上天赐给他的 他很是满意 立马就取回了家 一眼相同 一眼相同 人儿个儿了 长家儿 干活儿 过家 男人都行 这就男人嘎嘎地 我就相同他得把活儿了 拿活儿 干活儿 咧 真要栽稻子 他样 嘎地 产地 人家说的 我年轻的时候吧 二十九岁 我不能嫁我 这是没办法的 还带三个孩子 对 这曲就一次 曲进了四个 第二年 妻子又给自己 成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一下子 就成了六口之家 本来大哥 还想可能 自己会打单身一辈子 没想到 一下子 就有了庞大的家庭队伍 一直一家人日子 也过得很平静幸福 儿女长大成人 各自接着都成家立业 本以为老两口 能够过到老 没想到老伴 突然就生病走了 开始这人就是瘦 就是瘦 没啥大病 在哈尔滨 一科大也查了 哈尔滨 一大二院也查了 最后有人就定性 就叫电阶之温暖 就是十三天就没 这人就没了 在家走 在家走 我村里戏瓢 还能把我装土呢 十三天就没了 就走了 就走了 完了就是 弄起我自己 我老姑娘在哈尔滨 完了就我自己 天天里下 做饭经过 一下子一天 活着是眼泪娃娃的 而且走得很突然 让大哥都没反应过来 人就没了 这让大哥一直都没能 从伤痛中走出来 三年过去了 大哥慢慢的走出来了 觉得还是要再找一个老伴才好 那大哥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我现在把原本这个电影 已经走出来了 电影就走出来了 相貌各方面 一般就可以 但是第一点 就是身体好就可以 没有用打肌鞭 这就可以 甚至长得铝锅点 长相呢 大致 就是 有完事 其他别的呢 就没啥 大哥的要求不高 弘娘就根据大哥的要求 上次给大哥介绍了 生活在城里的聂大姐 大哥觉得聂大姐 不是干农活的料 不是她要找个老伴 所以大哥就给红娘提出 要找个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还要在农村养老的大姐 身体是重要问题 对 必须找一个农村老太太 或者她家在农村 弄得尸体给儿子哄孩子了 干啥的 我没出去了 我不想回家 我找个农村老婆 这也可以 对 这也可以 这原来的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她对农村的环境非常熟 这个她就愿意来农村 她生在吉林市 长在城市 她这种环境 她接受不了 那就是再给 我再给你找 就给你找一个啥呢 就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对 然后呢 后半辈子 也就想在农村养老的 对 这么的一个大姐 行不行 对 好好好 如此红娘就想到了 曾上过节目的 一彦秋衣大姐 63岁 丧傲 经济收入一年7000元 有平房 上次相亲 因为演员问题 大姐与相亲对象 没能牵手成功 不知大姐现在是啥情况 于是红娘来见大姐 大姐 哎呀 到边干啥呢 跟她闲瘸瘸呢 你家在哪来着 从这个路口上去 是不是 今天穿的衣服好看呢 大姐现在也还没找到 合适的老伴 而且相亲要求 还是没变 找一个吧 这时候 最起码 在70岁 一里吧 那得怎么说 你有点生活来源 哪怕她来我这来说是 她能来这 我俩能打扮过日子 最起码 这么远的了 整个家的一些活了 最起码她得能干的 那这些她都不能干 农村生活 她适应不了 那不就没法了 大姐就想找个一起 能在农村生活的老伴 这与大哥的要求 很是不毛和 于是红娘就带着 大哥来见大姐 来到大姐家 哎呀 来 大姐就亲我们身了 去不去 天天了 亲亲 大院还是不小 第二个不小 来呀 我就是介绍一下的 这是金中友 金大哥 这是一燕秋 一大姐 一燕秋 刚才我来的时候 跟大哥说了 我说这个 是不是这个院 这个包米 都是咱家的 是不是 然后来 看看院 走 走 看看大姐家 自己种的这个 种的这小菜 那种的我看 这是柿子 是不是 这是 死人了吗 是的 是的 黄瓜 嗯 甜的 两人刚见面 大哥觉得大姐 是个能干活的人 是个可以过日子的人 是个干活人 是个能从干活过日子的 太 从哪 太日子 因为看圆的 各方面长得都行了 挺栗子的 圆的圆的 身材也可以 但长相不太理想 这个能挑的 嗯 都不用 长相哪不理想 我会看面相 从面相上看 它确实是放芳啊 肚子有多辣啊 看这面相 都对自己得吃俩精神 都杀精神 但大哥觉得 大姐这面相 是个要找两到三个 男人的主 没想到大哥 这看面相挺准啊 到他的就第三个 我说你得吃杀精神 我家吧 今头那个吧 三十几岁就没了 他喝就喝死 嗯 然后后来 干不动了 然后我两个 给介绍 后来的老板 他来跟我俩 过二十一年 二十年这 刚才这么说 人跟人 人心换人心 互相之间 这都是 人心换人心 四两换半斤 人家对我俩孩子好 没有人家的血缘 得说 对我 那真 那可真 啥都捅着我 关着我 是不是 也是那啥 家这些活啥的 没有说 你去干啥干啥去 从来没有过 我也用不着 不用它 那么那啥 俺俩要没手 连脸都没红过 为啥想的 说他几天说 从哪介绍之后 我都几宿都没睡觉 那么啥 就是他这种 真面 又想找到一个 说他 就他 一进院 我看着一见面 我看他这种感觉 就有他的眼 这么多的事 对 大姐真还是找第三个了 大哥 没想到你还有这个能力啊 真牛逼 但大姐带两个孩子 改嫁的经验 也让大哥想到了 自己的妻子 自己妻子 可是带三个孩子 改嫁给他的 我结婚说的是寡妇 带三个孩子 带三个孩子 对 大家都那时候八岁 二小六岁 还有一个三岁的小 那老板也是 对对对 日水到他们 也到他们 像我那老板 是不是特别像 大姐对大哥 很是满意 有个踏实感觉 我想 这人是踏实的感觉 第一眼就给你感觉 这个男人很踏实 很能 很踏实 我想 对我要是那啥的话 我对他也不太差的 这都是互相之间的事 没啥说 相依为命 说是失败 如果说 谁也不照顾 谁 谁也不那啥 那要扮啥用 是不是 能能梦 能跳 谁也不用 都是互相之间 有个头脑脑 有病 最起码有人问寒问暖 能把药给你拿到跟墙 水能摆到跟墙 这你再笑 打电话来到这 他们都停死了 都不知道 有个人能做饭的 有个人能扔财 我得去 毕竟大哥也有相似的经历 这样就可以理解 他的不容易 可以感同身受 这样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互相作伴 应该是能相处的好的 但大姐也有个问题的 提前商讨好 这些说句实在话 这是我俩的 就展这个房 说我要冷了吧 我真舍不得 我最初开始就是打算说是 让他过我这边的 他过我这边 只要有生活来源 我们俩能只 搀扶的 说过就行 这个咱能接受吗 对 这个 这个 暂时看我接受不了 这是不行 暂时 你这个房 把我那房 上你那住 我俩也冻冰箱了 所以秋天前 还是必须你看 白菜萝卜土豆酸碳 对 对 我不用多了 我也有七天 不出门出门了 上孩儿去 上姑娘家 上小家 创门去 我得找人给我烧炕 烧屋子烧炉子 说那你走了 就这七天了 你什么都动了 动靴底了 所以动那家 我还真不能来 原来是大姐舍不得 自己的老房子 想要大姐上自己家来生活 可大哥也有自己的家 也觉得离不开 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对于大哥的断然拒绝 大姐因为对大哥很满意 所以只能自己退一步 都认可的情况下能去 我去吧 还这么说 去是去 总的来讲 你别到最后 你再光压到我那样的 那个 那不能 那不能 间接的咱们家 咱就不能出 这句话 你俩家也没多远 对不对 时候都相互打听 大姐可以离开自己的家 但又担心自己被抛弃 不过听了大哥的保证 大姐还是放心不少 大姐觉得既然要向前迈一步 就要互相信任 既然大哥都说了 那就不需要担心 如是两人留下了联系方式 决定先相处相处看看 如此两人牵手成功 你们觉得他们能长久相处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